全只看 有谁对摄影感兴趣的 来上来看看 赵小爷 我特想看 这可以调焦 它真能用啊 可以调焦的这个 没有 这是只是给孩子做的玩具 真的 你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小恐成像 这可以调焦 前面最前面这个镜头 喜欢吗 喜欢 买吗 买啊 能买 买 五千块钱一个 今天所有的价格我定 对吧 可以 要吗 要 我买了送我儿子 行吗 太贵了吧 没关系 你真是老实人啊 学生人 就是满满的爱啊 可以卖给阿姨吗 可以吗 我不高兴啊 算了 放下 可以 可以是吧 好 待会儿来木组交钱 好的 那我抱走吗 现在拿走吧 谢谢啦 谢谢 来 下一个 这个就是视频里边那个 这个视频里面那个弹球啊 对 已经图纸化了 就是可以做无数个来 这个超级简单 这个做这个的时间 可能有半个小时就能搞定 你以前从来没有卖过 就是你的玩具是吗 卖过 这是在那个抖音上 发了抖音之后呢 好多人 就是我研发了一款那个 我小时候经常玩的一款玩具 然后是那个开脚车的 那一个月是净赚了差不多有三万块钱嘛 三万块钱 很不错 差不多 很不错 但是我那一个月啊 把我整个人搞得都不太对了 就是那种感觉 为什么不太好 就卖玩具嘛 就是我感觉 这个东西是有情感在的 为什么要卖给别人呢 这就像刚才赵小叶也说 你卖吗 他孩子立马脸就大了 是不愿意的 但是通过了内心反复的纠结 还是卖了 当然他可能对五千块钱 没多大的概念 但这就是在一个平衡点当中 什么是生意 什么是对孩子的爱 对 如果说是我现在把我的爱好 和陪孩子能融为一体的话 我觉得这个生意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说白了 挣钱也得挣 生活也得挣 对 但谁也不要忘了 挣钱的初衷是什么 对 要保证生活的品质嘛 这个可以要吗 可以买吗 想买吗 对啊 这个啊 你要啊 你又没孩子 我给我侄儿 我有小侄儿 杨蓉是做投资的 六千吧 六千有点多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 就是打个折 孟悟欣的做工的玩具 特别打动我 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 但是我呢 因为我有个小侄儿 然后我小侄儿呢 就是我跟他感情比较深 所以我本身又是一个 很喜欢孩子的 所以我想把这个 就是手工送给他作为礼物 我们本以为杨蓉是一个颜值达人 每天就脑海里面想的是帅哥 但他心里面还有童真 就冲着这个份上 给你打个七折 好不好 不行啊 陈老师 这不公平啊 你看他做投资的 怎么比我们那创业的小叶 还扣扣唆唆呢 李浩阳 忘记了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吗 我们节目的宗旨是 谈钱不上感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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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后悔了是吧 对 我自己觉得我好呆啊 来 我们下一个 这个是一个三菱对战陀罗 就是我和我儿子玩的比较 比较嗨嘛那个玩具 然后他说妈妈能不能加入进来 后来就做了这一款 不是 我们让小朋友一起上来 你们仨对战一下吧 可以 来 来 来 如果这个球从谁的那一方打出去 谁就说了 打出去就说了 是吧 对 这一家子闲的 真是 这个游戏一家三口 能玩三天我跟你说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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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妈妈下去 跟妈妈下去 咱来个这个吧 鳄鱼吧 这个比较复杂 这比较复杂 这干嘛的 这打是吧 打 打是吧 要弹进去是吧 对 太点打进去 这个适合爸爸玩 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得 爸爸也不太好玩了 低一点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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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好玩 这好玩 胡老师 你说这个四条给我 我刚好有两个孩子 这个时候就看出 你对儿子到底是不是真爱了 你开个价吧 那就那个六千 不行不行 这太复杂了 这太复杂了 算算算 你甭买了 我告诉你 杨龙那个 刚才是二十分钟做的 这要两天 这里面有机械构造 对吧 差不多一万一的样子 我觉得合适 我说句实在话 好像我们出的这个价格 好像特别的离谱 但其实呢 他们买过去之后 是有他们自己的用途 更多的是希望很多爸爸 能够付出时间和心血来陪孩子 那心血是无价的 是的 那么你就评论 好 好